二十极乐世界 过于西方 被牵举止 那有他苦 一副威劣了 如对墨前 如近天也 观夜寻地 必见此土 也复如实 歇途 缩破世界 释迦如来 即 彼求众 围绕说法 你看 大家看到极乐世界了 极乐世界人也看到这边了 妙啊 我们现在看电视看到他们 电视的人看不到我们 那佛这一招 比我们的电视高明 他能把那个世界 现前给我们看 那个世界人看到我们 我们可以对话 我们看念老的诸解 过于西方 被牵举止 闹犹他苦 这个前面呢 有注 故事超过 超过西方 再往西方去 还有世界 还有无量 无边 无数的世界 这下面是 极乐不利自信 离也 过于西方 被牵举止 闹犹他苦 是四 离死 无爱 这个被牵举止 是多少呢 前面有说 就是中国 弥陀经上讲的 十万亿佛国土 这个地方说出了 十万亿臣 即在目前 我们这个世界 距离西方极乐世界 当中有 十万亿佛国土 那有他苦 这个经文上讲的 证据 十万亿臣 是比喻 实际上 十万亿 国土 佛国土 就在目前 故观金云 阿弥陀佛 去此不远 为什么 因为 不利自信 别说 十万亿佛国土 再加上 十倍 再加上 倍倍 再加上 千倍 还是 不利自信 自信有多大呢 大而无外 没有止尽点 小而无内 大 今天科学的名词 宏观宇宙 小 叫微观世界 那 佛法里面讲 宏观跟微观是一 不是二 那 这个科学没说出来 那 佛法说出来了 为什么不二呢 自信 不二 他全是自信心的 不利自信 那 理上 没有啊 世上有二了 理上不二了 那 所以说 距离 这是佛说的 释迦牟尼佛讲的 瘦婆世界 到极乐世界 啊 极乐世界 是瘦婆世界的西方 距离 十万亿佛国土 那 十万亿佛国土 真点 即在目击 为什么 距离没有了 空间没有了 都在当下 注意想想看 极乐跟瘦婆 是不是都在意念当中 啊 弥勒菩萨所说的意念 一坛值 三十二亿 八千年 啊 我们给它换算了 一秒钟 一千六百兆年 那 一年 是 一千六百兆分之一秒 极乐跟瘦婆 跟射方 无量无边 诸佛 叉徒 都在这一年里头 所以 一年 占星 变法界 虚空界 像华严经上讲的 花葬世界 无量无边 无量无边 回过头来看一位尘 啊 经上讲的 比喻 一毛 一尘 这 微点 这不就是量子吗 一毛 一尘 里面的 微点 每一个微点 都居住 法界 虚空界 不争 不解 红观宇宙里 都没有多一分 微观世界里 都没有少一分 不争 不解 啊 微观 有没有至近 没有至近 就重重无尽 啊 宏观 没有边际 微观 没有底进 这是自信 这叫 法而若实 本来 就是这个样子 自信 就是这样